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先进篇第16节 子宫问,诗与商也孰贤 子曰,诗也过,商也不及 然则诗与,子曰,过有不及 子宫向孔子问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就是诗与商 这两个哪个更贤惠,更好,更盛贤 那么这个诗呢,我们以前分享过 这个就是指军,帮助军看管杜亮恒的 为大家主持公平正义的 慢慢的演变成多重意思了 有的时候是指军队,那他要维护这个秩序 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帮军的帮手呢 在村头啊,在城头啊,在人居住地的地方嘛 在那帮着军做事 那么别人外乡的和外地的会问他 慢慢的,那么他就知道的多 福在哪,居在哪,军在哪 啊,那么谁谁谁家在哪 慢慢就变相说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慢慢演变成了就是 老师啊,教导别人知识的人 能够传授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诗 就是指从事这个 这个向别人传授知识的这个一个职业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师啊 那么就指孔子那个的时候 有些人也是做以此为生嘛 向大家传授一些知识 当然你要传授真理嘛,真的东西 那么在那个时候 所以说我们分享过 在阎王华夏时候 我们都已经堕落了 人类已经堕落了 当然同度不同 那么这个诗呢,有的人 包括今天现在也是 同样的开教育的 搞所谓的诗 教向后人 就是大家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婴儿啊,少年啊 甚至于说成年人 传授一些知识 那么从事这方面的所谓的教育行业 也是参差不齐 怎么说呢 以后大家会明白 如果您愿意分享 我的宇宙人生统议论 就会明白 我们现在这个教育 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发达的 非发达的 其实好多也没弄明白 就在那传授 在那教 相当然 为什么为了吃口饭嘛 实色性也 为了吃饭 凑合了 糊弄啊 对付的差不多 甚至有歪曲 那么当时孔子那个时候 孔子这方面也是 那么 其实大家对历史啊 有 蛛丝马迹的 大家也了解 不光孔子在传授 是别人也在传 那么就叫做 从事这么一个行业 那么商呢 也是 商实际上呢 也是指跟杜梁红有关系 那么 因为有了交易嘛 最早是自发的交易 大家拿着食物啊 那么 到村头啊 去交换一下 后来也变发达了嘛 那么就不带食物了 有所谓的 代替品 就是今天所谓的货币 那么代表食物 这个目的代表到了食物 那么在那时候呢 也有一种职业 就是同时是商 就是我们今天都说了 商人 从事与商 什么叫从事与商呢 就是拿来所谓的斗量横 去走村串向 给大家换 通过付出这种劳动 提供方便嘛 那么获取自己的一份食物 生存的物质基础 那么 这么一个职业 那么这个职业 这个商字呢 一不光是指这个经商 商量 为什么要商量呢 那么你在做这方面的交易的时候 那么一生麦子换一生米 那么是不是合适呢 那不一样 那要商量 那麦子产量高吗 米产量低吗 那么就应该多点麦子 少点 因为你付出的劳动是同样的 产量不一样 那么就要商量 那么究竟是多少呢 实际上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的标准 那么就要进行去商讨 就是谈论 那么这也叫商 那么这里的商呢 就是指从事这种物质交易 转换的这么一种人 从中去获取自己生存的基础 那么叫商 那么 熟 我们说过嘛 就是谁 的意思 贤 贤是什麽呢 就是圣贤嘛 圣就是彻底的明白道理的人 那叫圣作君 那么贤呢 就坐旁边拿着眼看称之为贤 那么就是帮助这个圣人的人 那肯定有点差别嘛 那急不上圣嘛 尽管后来我们现在叫圣贤都一样了 那么这是指原意 那当然是圣和贤 那么后来呢 那不贤也称自己为贤啊 不圣也称之为自己 圣啊都可以啊 那么现在的圣贤 如果能够真心的 拔自自己内心本性的 那一定也是要做人成功啊 真正正正正的圣 真正正的贤 现在也都称圣称贤啊 确实大家一目了然 每个人自己一看就知道 他是自称的还是真正的 那么这里就是说 那么在孔子那个时候 这个贤子呢 就是指的 比较这个好一些的意思 嗯 那么说从事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嗯 这个从事教学啊 嗯 传授知识这个行业和经商这个行业 哪一个行业能够更好一些呢 做的更好一些呢 那么孔子就说了啊 诗也过啊 过呢走多了路为过 嘿嘿嘿 路走多了嘛 称之为过 那么商也不急 不急 急是什么 就是啊 追上得到称之为急 那就没追上 那还没到那个地上 那么这就是说 一个是过了啊 一个是不急 那么是为什么说 诗也有过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自己不明白 大家也说自己明白 那么有过错 甚至于说 嗯 这个 让大家啊 去帮助 哎呦 帮助这个这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啊 那那那那 说付出 那也不一定是对啊 就所谓的付出啊 看看我做好事啊 嗯 所以后来祖宗也总结了 要慈悲多祸 哎 方便出下流 哎 这就是你就 顾应人家这种 嗯 那不劳而获的 这个贪欲嘛 诗 那么当然 那个时候也是是普遍的 那么也有诗的一些不足 就是做的过头的啊 嗯 嗯 就说你行善 行善也不是说啊 我拿着我的这个钱财 我帮助天下所有的人 那不是那个样子 那需要帮助的 要去帮助危机时刻 他确实没有呢 需要帮助 那五四肢健全 啊 你也要去帮助 完了 他一看 哎呦 我四肢健全不用劳动就可以吃 完了 他的贪心意气 你就不是在做正事啊 而是有过错了 你就错了 那么是这种意思啊 那么这个伤呢 也有不急 伤呢 那么今天呢 实际上大祖宗也总结了 无奸不伤 哈哈 这个伤人呢 慢慢的就参加了 哎 这个斗小点啊 大点啊 里面放上点那么锡铁石啊 啊 乘上啊 等等啊 放上点中工啊 团上高点啊 这事情呢 就叫偷 哎 那么 做不到公正了 这里就是这个石 相对于公正来讲 有过头 看起来好像是 很公正 那么不急呢 不急你做不到公正了 有达不到的地方 真正 对贤来讲 就真正意义上这个贤哎 他能做到工正 他能可以监督军的 可以看着军做事的 那么他肯定也有公正平等心嘛 那么 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 子鲁又问了 那么听说燃 那么燃是指烧烤 啊 就是烤肉 那么他烤肉是也是有学会的 那军以前做这个事 烤要分吧 那么是指上 就指着 嗯 就是通过这个了解 明白一点 这个真相的意思 那么 这里就是 燃耳的意思 燃耳 梳头嘛 整理头发 就是通过这个军的角度 因为他是圣人嘛 那么去讲 那么是不是 诗 喻 喻 啊 比这个 声啊 是不是能好一些 喻呢 嗯 实际上呢 喻 后面这个喻 你看面都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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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个喻 喻 多喻的喻 所以这个发音 那么都一样 都是指着 啊 转着弯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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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啊 这个 安 就是转着弯做啊 这意思 那么为什么这个鱼呢 这个鱼 就是超越的意思 怎么说超越呢 最早这个鱼呢 演变出这个字来 当然都是从那个鱼啊 就是 后面这个给鱼的鱼演变出来的 那么就是指着 安 使心安 那么 使心安呢 那么你就 愉快嘛 心安愉快嘛 那么 后来呢 那么有病啊 也叫鱼啊 就是治鱼了嘛 心安了嘛 感觉舒服嘛 多舒服就不愚嘛 有病嘛 有肌嘛 那么演变成这一个字啊 你看下面有心 最早也是画了个心 哎 那么使心安的称入为鱼啊 称入为 恢复 那么鱼呢 你看没有转着弯 这慢慢都是演变出这些字来了 就是你不直来直去转着弯做称入为鱼 你给别人可能想得到好处 但是不说转着弯啊 给你那先给后德嘛 哎 讲多德 那都是这些意思 这个鱼就是不直来直去 后来就给嘛 给也是鱼 哎 多了也叫鱼 也是我哎 等等吧 我们不在这说文解字了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说啊 是不是呢 别人说那么 这个老师 这个教授知识地做商人 那更更更好一些啊 那孔子说 紫月啊 过油不及 过油 我们说过就叫油糊 和人差不多猴子 哎 嗯 也有灵性很灵巧 和人差不多 你看这个面孔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嘴耳朵都差不多 当然了 比较瘦嘛 叫油 还有渊嘛 就是那个星星 哎 那么油就是指 油糊 那么他长得和人差不多 所以慢慢演变成就差不多 像一样 那么都叫油 那么过和不及 哎 油不及就是像不及 就是施的过和这个商的不及啊 都一样 都没有真正达到平等 你做过最平等来讲 做过了也不行 啊 所谓就是舍己 你舍己可以啊 你的危难时刻 不危难天下太平的时候 你舍己干啥 哎 那当然了舍己表面上看 那那那背后的动机不同 你真正想舍己 你为什么要舍己呢 他有劳动能力 你为什么要舍呢 他不是非正常情况下的 所以这大家慢慢去品 就是不管是 所谓的公正舍己 还是说啊 痛别人的劳取 都 一样的啊 都不是平等 哎 真正人要做到的是 平等 哎 用今天的话说 有人听了 一听平等 公平难受的 那难受也没办法 因为他进一步 哎嘛 那公平平等 就是人 作为一个人 要真正正正追求的 至于别人认不认可啊 你自己理人 良心良知真心本性认可 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了 这一个要大家自己去慢慢的品味 好 这一节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